我還想說《進擊的巨人》 說完 娛樂也說完 難得 我終於看到第三季的Season 2 看完 最後現在 正在做的那些 就還沒看 只看到 Season 3的Part 2 就看完了 從第一季開始看 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還跟我老婆說 我真的很佩服 為何可以寫到這個故事出來 我覺得她的故事完整 因為你也知道 漫畫這些 其實很難自圓其說 因為她每個星期都連載 她很明顯是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之後先去每個星期 看劇情的發展去到哪 這一點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即是你覺得她也是 她也是急就張 一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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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有一個很完整的框架 很完整的框架 因為她曾經拖過劇情的漫畫 那段 就是因為就電影版 OK 但她應該有一個很完整的故事的走向是怎樣去的 即是去到Season 3的最生氣那一集 你會發現整個故事的脈絡 雖然你去到Season 2的時候 突然間變成巨人 這個令你很惡然 但其實你之後慢慢下去 其實你會覺得她一定是她 完完全全的知道故事怎樣走向她 她用了四季去鋪 就是要什麼 過海 對 鋪過海 用了四季去講 那條鑰匙的秘密 這個 所以我剛剛說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在她一路苦撒有介事去保密的 她不告訴大家的 那個就是地下室的秘密 其實不是什麼的大秘密 當然 在她們來說 她來說是大秘密 在於當時故事的主人翁來說 這個也是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秘密 一個 其實只不過是知道多少少的巨人是怎樣來的 其實交代歷史 對 交代以前的歷史 因為其實如果在於理性的角度 你也不知道她是真還是假的 不是的 如果用我們的常識去理解 當然覺得這些不是什麼大秘密 但是用回以前的 就是阿俊基的巨型 那個世界觀 就很不忍痛 因為她們全部都是沒有以前的記憶 100年前 沒有歷史的記憶 而那本事 那本事就是推翻了她們過去這100年的認識 認知 不就是交代真實的事實是怎樣 因為本事他們沒有這個認知 所以我就說 你理性一點 你信不信 我信 不是 為什麽 其實我不信 是啊 當我有一天 今天你在故宮博物館的地下室 讓你找到一本文件 原來你這60億人本身是巨人 原來中國不統治地球的人類是會滅亡的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歷史告訴你 你信不信 我說香港人當然不信 我覺得你上一集的部分 在YouTube的題目 起得很好 歷史不是用來信的 是的 歷史不是用來信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寫出來 寫到這三季 其實是四季 因為Season 3分開 Part 2分開 他真的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可能你說鬼滅之刃好看 其實你拍了《進擊的拳》 《進擊的拳》 《進擊的拳》 故事的完整和結構是厲害很多 是的 這個也差很多 而且你看到他 尤其是第三四季 或者叫第三季的Part 1 Part 2 其實他有動畫 他畫得越來越漂亮 很流暢的動作 而且我覺得第三季的Part 2 他只是說了奪回瑪利亞之牆 是光復瑪利亞之牆 是光復瑪利亞之牆 光復瑪利亞之牆 這一段仔的故事 他用了一季十多集去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整個《進擊的拳》的高潮 和排球少年用了一個季節去打牛藥 那個一樣 初時你又會覺得 如果用十多集去打一場球 豈不是很悶 但你不會覺得悶 因為劇情很緊湊 《進擊的拳》第三季的Part 2也是 相當之緊湊 尤其是最後一兩集 講團長壯烈犧牲的時候 嘩 好體套 我只是看這一段 看完之後又退回頭 又看多一次 又看三次 這個也是令我覺得 我不是說他不好看 而是 因為我看到這些 好像看團長的劇情一樣 嘩 很理智 很理智 即是他們不是 譬如你之前見到他們說 我要殺殺這個人 即是艾倫那些 這些是 你單純用憤怒驅使 你去繼續這個故事 很多故事都是這樣的 但在這個故事裏 中間你會看到很多很理智的人 包括團長 團長 他很理智 他很清晰 知道自己這一刻他要做些什麼 他就像這一幕一樣 就算他知道我要帶著這群人去送死 他只知道 死就死定了 水他們出去 水他們出去 但問題是 他要知道 我有必須保護的東西 譬如艾倫 他知道他不能死 但我怎樣做 沒有 就是踢這群人去死 他當刻很冷靜 他下了這個決定 我踢這群人去死 但不是 他告訴你 我不是只踢這群人去死 我帶頭 嘩 這樣說法就不同了 你會看到 就是有一群這麼理智的人 其實兵將也是 他很理智 很理智 你在掙扎救艾爾文 救團長的時候很理智 理智到冷酷 是啊 他理智到我討厭他 因為 我只是想說 在一群這麼理智的人面前 你給他們一個新的歷史 他們怎麼這麼容易會接受 但團長這個理智 是建基於他不接受這段歷史嗎 也是的 你也可以這樣說 兵長的理智 他只是純粹我覺得他 他是分析目前的形成 他沒有想太多事情 人類利益 很重要的 人類利益 所以到最後他都選擇 用朋友的角度 就是還了團長心願 團長心願 他最後也是 他那句說得很好 就是不想他再這麼辛苦 因為他這次搞成這個目的 就是因為他想死 他是想犧牲 不是說他想死 對 其實我覺得 也無謂救回他 團長 作為一個漫畫的劇情 如果你救回團長 真的很陽性 很龍虎門 救回團長 就是他變成千古罪人 變成了 對 就不好看 馬上不有型 馬上不有型 我多有型 我馬上愛上團長 我馬上想買他的模型 但是 Billy 有沒有他的模型 我買了兵長的模型 我只買了Mikasa 和艾倫 Billy 你新的一季就還沒看 還沒看 新的一季就到了第六集 我和Samma都看了 我看了四集 第五集我還沒看 我都看完了 我打算留一次過 是爽啊 那兩集爽啊 爽啊 等了他第五集 不是 等了他四集 是啊 不是五集 他足足說話 說了五集 第四集 已經是說艾倫出來 喂 他找誰 還沒看 沒所謂的 因為 他已經進入了第二個故事 已經不是進擊敵人 因為自從他們發現了海之後 他們證實了 應該是這樣說 他們當時才真正證實了 他們所認知的新的歷史 他們認知新的歷史之後 他們頭三季做的事情 可以抹掉他了 對呀 抹掉他了 他從另一個角度 是啊 他們要面對另外一件更加大問題的事 之後就會再扣連在一起 是啊 所以只剩下十幾集 但是只有十幾集 不是 我記得都有二十幾 好像只有十幾 不是 十三集 我記得他的List是長的 我覺得一定要夠長 如果只有十幾集 一定不夠時間說 喂 有兵獎的Figure 走嗎 有兵獎 我想買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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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好帥 這樣 失業都買 不如你送給我 好嗎 不如你送給我 我失業 這樣 我主持公道 Sama送給Billy 放在這裡 哈哈哈哈 這樣就最公道了 這樣 如果大家還沒看《進擊的罪人》 真的可以看 一次過看 很爽 很爽 不捨得停 但如果你想看之前的那些 就要用一些 不要買腦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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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不找了 我記得都有二十幾集 金輯 喂 一個這麼大的製作 你 我想 不要節省 這些 又不趕 對 真的不要節省 慢慢做 我最欣賞他 就是 由第一集 第一季的第一集開始 第一集已經開始打了 對 對 打足四季沒有停過 對 原來這四季其實只是經歷了四個月 對 除了頭兩集之外 我們小時候 對 他們要長大了才可以加入調查兵團 對 即是由超巨大巨人出現 直到過海 其實四個月就是相差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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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艾倫變身做巨人 到過海經過了四個月而已 不是超大巨人 超大巨人出現 他們還是小孩子 他媽媽被人吃了 他們還是小孩子 第二次出現 第二次出現 因為垃圾超大巨人 對 即是有一個大字 即是有一個大字 有他熱的 熱 熱 即是艾倫都定了 艾倫也燒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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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倫真的超大巨人 艾倫也燒不死 艾倫真的燒不死 你這這樣的熱 艾倫真的 還有我喜歡他 就是死很多人 每個都死了 每次都死好了 每次都滅團 我覺得有一個團長 由六十集開始 這也是十四集 四十集就好了 蛤 真的很快就完蛋了 我覺得團長和兵長說話有一段很好的 團長和李維說現在的調查兵團的人沒有我們以前那麼出色 李維說要死的都死了 團長說了一句 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犧牲 我們不會走到這一步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我們很悲觀地 大家都犧牲了很多 又好像什麼都得不到 又犧牲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前途 生命 好像什麼都得不到 但是我們走到這一步 就是因為很多人的犧牲 所以我們才走到這一步 阿團長也有金句 說死者的意義是由生者去賦予 是 這個也很重要 你怎樣可以令到犧牲的人 他不是白白犧牲 就要靠在生的人 怎樣去繼續繼承他的什麼都好 這件事就給他一個意義 就是可能是意志消沉的 他們面對這麼強的敵人 狗死一生 都不是狗死一生 死定了 好像對著那個人員居人 你會覺得真的很慘 一定是死定了 意志消沉一定是的 但是我覺得團長說了一些 雖然意志很消沉 我相信他也覺得自己死定了 意志消沉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要做就要做 要做就要做 當要去做的時候 雖然你很怕 但是你也不能退縮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他的犧牲 就令到這件事可以走前一步 因為就是團長的犧牲 所以兵長才可以迫到野獸巨人 就差點死 就是因為有他們的犧牲 一將軍攻城猛骨枯一定是這樣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大家可能好像他們這樣 或者所有其他不同的事情都是這樣 你會發現很多人犧牲 大家都很不開心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 是殘酷的 還有我想說犧牲的兩個字 犧牲可能給我們的印象是很負面 好像一個很不老禮的形容詞 但是在最重要的句話 其實犧牲這兩個字是神聖的 是有貢獻的 其實犧牲是一點也不可怕 一點也不淒涼 其實是因為前代人的犧牲 才可以令到後面的人可以繼續走下去 不知道是誰說的 什麼 兵長不是 團長說 不是 我說香港人 就是說前面的所謂的不知什麼的人 去走的路就好像在一條河上面 或者在海上擺一些磚 擺一些磚就是可以後面的人走 但後面的人走到某程度上 他就要掉到海上 又要擺一個磚 繼續讓後面的人走下去 我們說到這樣 其實有些仆街就會覺得這是助響其成 但是我們不同意的 我們不同意的 我們不同意的 比如大家剛才說回《進擊的覺人》的劇情的時候 我都很有感受 我都很感動 你曾經記起劇情都很感動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他到了第四季之後 有人叫你拿鑽的 買那個 兵長嗎 沒有 團長 團長 不是兵長 但那個是Carolser的那個 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只有一個 但就是大壞的 第四輯 不是 現在第五輯 跟那些關係也沒有 大哥很糟糕 你說這個是不是 團長 是屁馬來的 但屁馬七百多元很貴 因為他連同一隻馬 我這隻都差不多 我不是有這兩隻嗎 我有艾倫和三百多元 我記得我也好像是 三百多一個 還有Mikasa 因為他懂得動的 他這個是有關節的 連同一隻馬就貴很多 七百多元很貴 七百多元不貴 在這裡一點都不貴 有所值 好了 今天就休息一下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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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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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進不退 簡直跟項羽一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雖則说不進則退 通常都只會這樣說 不進則退 但不是 他再加多一個意義就是 既然你要進了就不可以退了 很大壓力 但其實這就是跑Online的主題 跑Online真的進了就退不了 因為我看到他的MV表演出來的 他是跑Online的Season 2 現在才來Season 2? 是的 加這麼多年 現在才是Season 2 因為當年我有參與製作的 跑Online 他第一次的主題曲是找唐兄妹做的 MV我有參與製作的 還有當時一些唐兄妹拍的宣傳片 關於跑Online的 你也是本地遊戲界的先鋒 是的 我也是最尖端的 一進不退 希望可以勉勵大家 在疫情裏面 譬如我這幾天 我和太太和老婆都有些感受很大 怎樣呢 感受很大 令到大家都有些 我們都要好好勉勵一下 因為那個令到大家的情緒好像很不安 你說的是關於疫情還是社會 因為這個疫情令到社會 其實就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有些少許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是的 譬如我們多了時間 相處 不是的 我和太太這樣形容 因為我們現在是太長時間 混在同一個地方 是的 大家對於很多的東西的看法是會不同 尤其是對方 生活習慣也會有很多不同 譬如以前 我叫他 老婆 你回應我 那些會不同 但現在不是 我們每天都對著 老婆 你可能 那一刻你在發呆也好 你在做其他事情也好 你會比起以前 聽到你老婆叫你的感覺 是差很遠的 就是因為你每天都對著 不過我比較好 沒有這個問題 你老婆現在又在家 因為我叫他 不是每天都對著 每天都對著 每天都對著 他都不認我的 很合理的 我都不要說 你老婆 我都不要說 不是你的老婆問題 比起任何人 每天都對著你 都是這樣反應 都不想理你 是的 我們一個人拜對你幾個小時 如果不是我打你 叫做剛剛好 剛剛好 不能再多 認多一點都不行 認多一點都不行 真的認多一點都不行 不過我也同意 所以我有一個解決方法 什麼呢 就是去一下郊外 大家一起去 我跟我老婆 還有女兒 因為大家不用上班 平日出去 去一些比較輕鬆的 走一下郊外的地方 人比較少 可以活動一下 不用困在房子裡 反而星期六日 我們現在就在家 如果要去逛街買東西 購物 吃完夜晚飯 六點鐘過後出去 都是沒有人的 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覺得已經整年了 如果再這樣留在家 應該大家不是肺炎 應該大家都是極鬱的 或者會有情緒病 吐到 這個是很嚴重 因為我聽到我家附近 旁邊 那個小孩 因為他爸爸媽媽要上班 是 今星期六日 他們又很少出街 是 他 已經隔了幾個單位 我都經常聽到他在家 尖叫在家 這麼嚴重 是 你不停在家 真的鬱到傻 是 你不可能不出街 是一年了 是 一年 一年多些 還要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完 現在 他沒完沒了 現在 還要過年 他都叫你不孕好去拜年 是啊 見家人都不行 是啊 這個才是最麻煩的 就是 對於大家的 心情 心理 影響 先說這個 心情 心理 影響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 可以盡量找一些 少人的地方 迷出去 其實我們都很安全 現在我們洗手 吃東西之前一定是洗手 沒有水 都用消毒液搓手 戴口罩 不要到處摸東西 其實我們 不要擦眼 其實我們都已經 相當相當相當小心 是啊 已經很小心 已經去到 盡做的了 沒有 如果這樣都中 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恐嚇我們的勢 好像每個人都要中一次 至少 不是的 我覺得也好 沒有人中一次 對吧 不用隔離 十四天就好 這個是北歐做法 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 我都ok ok的 是ok的 不過 如果不用 如果只有我一個 或者只有我和老婆 那就ok了 全國一起中 我還要隔什麼 不用隔 我照顧 但是你如果中了 我可能要入醫院 不是 Sammar說得對 一起中 那倒是 那倒是ok 最多不出街 等死 我覺得沒辦法 我就反其道而行 那些人叫你沒有出街 我覺得 適當時候 你應該要出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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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gs 就是鄉ards Agent 例如鄉口的醫生 公共不知醫生協會人 他說會預計 2022年 的年終至年尾 大家先去脫子 到2023年 大家才能 cred 大家才有限度的出外旅行 疼是 將來的那種 兩三年真的在家嗎 他說上學正常的那些 大家都不要想了 你都不要想了 你起碼除了口罩 我快要爆假了 要放假 今天早上我兒子都可以上學 因為現在可以上學一點 他局部分批給你們回去 當是讓你們回去逛逛也好 見一下老師都開心 如果再不見就不認得老師什麼樣子 這樣也認得的 他日上網上課 我女兒就還未能上學 不過我還可以 我也帶她出去到處逛逛 時間過得快一點 去到郊外都可以有限度脫下口罩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身體好一點 心情好一點 都沒有那麼容易病 你屈住屈住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